1月到7月 它的累计的消费额度 然后去换算它的减碳量 然后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朵 属于它自己的虚拟之花 悠悠卡一滴就能知道 您为了地球永续付出的减碳里程贡献 长出的花代表着属于自己的未来之物 悠悠卡发行20周年 纪念活动结合线上游戏与展览 让民众能够与这张 陪伴自己多年的卡互相了解 那今年悠悠卡20岁了 20岁它也见证整个台湾科技的进步 它最早只是搭捷运 后来就可以开始扩展到其他的交通工具 后来变小的置物 那后来在悠悠卡上面开始发展悠悠悠户 所以一卡一空一户 整个串联起来 那么其实将来会怎么发展 现在很难预料 我们每次讲说 就是只有你的想象会线索住你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悠悠卡对我们台北市政府来讲 连那个点名都可以用 因为那个点名逼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们开会就一个QR Code上去了 大家拿手机出来开始点 因为台北通的话它是实名字 所以要点名方便 那台北通连结悠悠悠卡 所以入口处一个刷卡机也可以 或是荧幕上打一个QR Code也可以 所以坦白讲 将来悠悠悠卡会再怎么发展 现阶段我都觉得很难预设 不过几个精神是一定在的 第一 创新 反正就是随着时代的需要 它就一直加上去 所以从最早的一个交通票站到今天 已经是小而致富的一个大公 还一点啦 它已经是变成台北市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现在每个人身上不是一张悠悠悠卡 大概我刚才 王总统在讲说 他离开的时候是六百七十万张 那现在已经超过一张 所以比方说我们这样算起来 每一个台湾人民身上有四张悠悠悠卡 这才太多了 听说他们赚那个卡的钱比赚那个还多 这个 不过这样啦 那既然是创新 就是一个市民 每一个市民都有 平均只要一个人有四张 那所以它普遍化 但是这个普遍化也造成到最大的优势 就是说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竟然每个人都有 所以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身份证 悠悠卡 驾照 健保卡 还有那个数位 太多卡了 甚至有时候去申请台北市政府 那个图书馆的卡 所有这些全部都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再一卡跟一通连接起来 那很多资料都可以存在云端 所以 结果是这样 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个二十年来 培着悠悠卡成长的很多长官 还有很多企业 那这二十年来 我们终于从陪伴的客户的交通旅程 现在能开始参与客户的人生旅程 那运游卡二十岁的今天 除了期许自己 在一卡一付上面呢 继续成为全台湾最有特色的 五现金平台以外呢 我们还提出了一个愿景 就是我们要吸收每位客户 开启另一段永续而且永续的减碳旅程 台湾的碳排放呢 其中有14%来自于交通 那这个最主要当然就是私人运居 好我们要从这里开始 每一次你用悠悠卡达成大众运输 透过我们的数据应用 我们可以算出我们的碳排放的一个解约 好那每一次的扣款都可以成为我们 为下一代永续的一个存款 我们会把这个功能开放给所有卡佣 还有所有幼用户的会员 因为过去二十年我们已经吸收成功 减少了大概四十九座阳明山的碳排吸收量 那未来的二十年 我们可以为台湾的永续环境贡献更多 各位可以看到这几年来 尤尤卡公司的所有同仁 所思考的不仅是交通票证 而是走向旅程经济 思考的不只是小额支付 走向的是如何共享共创的一个平台 尤尤卡不再只是金融的商品 而是提供客户美好的选择的金融服务 其中在这几年来 我们尤尤卡公司也从台北开始 走向了全国各地的县市政府 甚至中央政府 我们变成地方政府中央政府 数位转型的政策工具跟重要推手 也带给民众许多创新的数位体验 2019年我们在思考推出 由悠游富的当口上 我们也在思考着 所谓品牌rebranding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品牌再造的工程 从使用者的使用情境 我们归结出了 加值你的美好生活的品牌态度 加值是尤尤卡的特别的一个动词 我相信在其他地方没有加值这个字 美好生活是我们对于尤尤卡的期待跟愿景 尤尤卡从一开始的交通票证 衍生到小的支付身份认证等功能 伴随着科技发展一一跨域结合 加值民众的生活 我在台北市夫妇的时候 与当时的智慧卡公司 联络各界成功的发行 台湾第一张交通纯除纸卡片 当时当然主要只是为了捷运 后来不管是台铁 机场 捷运 还有许多县市的公司都能使用 所以做到我们当初定这个名称的时候的含义 一卡在手 全台悠游 很多外县市的市民都有悠游卡 15年前 2007年 我到台南成功大学演讲的时候 我现场就做调查 问他说手上有悠游卡的 占了三分之一 可见了这已经是全台通用了 那么 悠游卡本身也很争气 不断的求新求变 不再限于一种交通的出资卡 而且跟学生证信用卡各项服务合作 我2006年卸入的时候 悠游卡已经发行到670万张 现在已经超过一亿张了 变成我们全台湾最大的一种信用卡 实在是很了不起 我想起来1999年 我上任的第一年 我刚好到澳洲开会 回来经过香港 在香港去考察他们的捷运 巴达通 各位都知道 我们很羡慕 但是当我们拿到三个第一名以后 2005年香港巴达通的朋友们 来台北考察我们的捷运 我那时候这是百感交集 差别很大 2008年我当选总统之后 悠游卡公司就推出一个 中华民国第12任总统副总统 就职典礼纪念悠游卡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 国家的元首出现在悠游卡上 而且限量贩售2008套 刚好2008年 每套700元 贩售所得140万 全部捐给红十字会 作为大陆四川汶山汶川大地生之用 所以他得了140万 我一毛都没拿到 他这样的用途我非常感激 这就是很重要的 两岸之间有一些友谊的互动 让人民培养一种友谊 友善的感觉 不是一天到晚骂来骂去 我们经过长时间努力 有非常多我们的同仁 我对他们非常感念 因为在悠游卡十岁的时候 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也就是悠游卡变成了小儿的现金卡 那个时候就是不只是 你在超商便利商店或者任何地方 悠游卡就可以使用 其实我自己前几天在中南部 我到一个庙宇去 结果庙宇的主持反而告诉我 他说好市长 你知不知道现在要捐香油钱也可以有悠游卡 我说我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跟慈慧堂一起开始这件事情 而当时努力的刘宜成董事长也在这里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 一定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 可是当时悠游卡可以讲 到现在为止都是全台最大的一个电子标准 在我2010年的时候 我记得一天悠游卡转账三百万笔 那时候全台的特约厂商 超过一万多家 那是2010年的时候 悠游卡10岁左右的时候 所以它最大的意义是 我们引进了电子支付的观念 而这个电子支付观念不仅改办了 台湾甚至台北民族的消费方式 甚至现在也变成全台最普遍的一个付款工程 悠游卡20年来除了多元价值应用 也展现无限创意 各种不同面貌的卡片 也是民众爱好收藏的产品 今年悠游卡公司搬随着数位转型有成 未来愿景也将朝向客户的人生旅程 及减碳永续努力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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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